如果动物形容对方的话 你们会选择什么动物 那大家一想到你一定会录啊 嗯 对啊 你觉得你九色录吧 哎呦 哎呦 我最近在那个短视频上 老刷到了小熊帽你知道吗 就 啊 就像小浣熊 啊 巨可爱 我觉得跟你很像 因为很可爱啊 谢谢 好 然后两位都是有音乐作品的吗 如果想要合作的话 不想要出一首什么样的工作 合作我已经很开心了 还挑什么风格啊 我天呐 我可以有没有跟周深的合唱吗 哈哈哈 我谢谢你 我的水平应该不太够吧 哎呦 你太谦虚了 毕竟你也是有很多单曲和很多OST 我的单曲只是因为就是 我演的电视剧找我的话会比较便宜 哈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比较偏年轻化一点风格 啊都可以 真的能合作就已经很荣幸了 少来 哈哈哈 这里也要感谢深深唱了我很多部戏的歌 我也唱很开心啊 啊 已经有下一首在预定当中了 感谢感谢 耶 怎么做 谢谢周深老师 您 白鹿老师您这是客气 让你保护好嗓子 一直唱下去哦 我会加油的 那今天这样的话就是唱 我们往后我们看你的作品出来 现在此时此刻 鹿鹿的那首新歌谁是你朋友 哎呦我的手是我啊 没有声声 没有声声 我们来补读这一节 好 来学习 大家会先让我们来录了 《阿伯伴》 你喜欢我吗 你能不想咱咱 说说他别人想想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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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我们说来就来 还要再练习一下 就是他在跟那个歌词的 我不想支持你 我不想支持 你是你朋友 只是你朋友 重来一下 上一段 我不想支持你朋友 不是你朋友 你喜欢我吗 讲话真心话 没那么复杂 说出婆婆别再装傻瓜 我不想支持你朋友 我不想支持你朋友 牵我的手把 哇 你都会唱了 天呐 你一定会唱啊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好 走 我不想支持你朋友 只是你朋友 你喜欢我吗 也喜欢 讲话真心话 没那么复杂 说出什么变着双拽瓜 我不想支持你朋友 不是你朋友 牵我的手把 哇 太棒了 哇 耶 这属于你两个现金车 两个手是我 嗯 可以可以 这个听完 这个听完就 哦 青春洋溺 是不是 哎 上回雨淇 我们在车场上说到 他想贴代跑男家族 一起做一场巡演演唱会 我觉得我们跑男 真的可以一起开演唱会 我觉得真的 我们搞一些全球巡演的话 我觉得真的挺好 哇 对 我们那天要在不上 可以啊 成都会不会一直上春年啊 是重头戏还是留给 雨淇 嗯 留给周深老师 留给雨淇老师 还有白鹿老师 还有真缘老师 还有真缘老师 我们在各个集团多了 哈哈 成成 我们做到演唱会 好 歌王凯歌 他有东西 真真演演唱会 他杀歌呢 杀歌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杀歌唱黄美信 另外一种风格 刚刚演唱会嘛 真真那一场演唱会 真正第一场 你一场演唱会 对对对对 感觉你的意义和感情 就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吧 因为然后有那么那么多人 一开演唱会 几万人 4.5万人 所以就是第一次觉得就是 那么多人一起在喊你名字的时候 就会觉得 就觉得好可怕 梦想实现了 对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像做梦一样 就开完之后就立马忘了 我开完之后上车 我就立马我刚开过演唱会了嘛 不真实 对太难了 那露露也想问一下 你今天正在拍摄的《林江仙》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吗 因为我们是原创剧本 你看过有部戏叫《招摇》吗 哦 知道 就是它的后期 会跟《招摇》有一点点像 就是我也很久没有遇到过 这种就是比较 因为它的位置很高嘛 我们是讲就是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个双生的存在 就是我强 你强你就弱 你强我就弱 互相很弱 对 然后就是一直相爱相杀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在各种 有各种 就是比如说穿越时间线 然后各种反转 然后包括回溯之前的 就是看这件事真相 然后其实一直讲的就是一件事情的真相 所以到最后我有真相大白 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这种 算相克吗 很难说 而且我们 对我们这次 做的造型 也是那个 就有点像复古仙侠的感觉 因为就是 就是跟现在市面上 跟百岳其实都试试两个风格 都太一样了 好 其他国家总会听到中文的 我觉得这种 当然是非常骄傲的 那我们还期待录不得拍一个旅行 然后他们去年 去年劝我一次旅行 我要把你答应我们拍 出去旅行的时候拍一次 有吗 好的 巨舰都追到了 就是来了 去年会从上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拍的 好 现在来请录不许 现在都必须要看北上的旅游 第一是他温情 因为他讲了一个小院里几乎人家住一起 然后会让很多人就是有种 青春的回忆吧 就是勾起很多回忆啥 因为是 其实我是90 90后嘛 他就是讲就是90那一代的 朋友怀旧的 对就跟我小时候基本上就很像 然后还有一个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可能是我的反差吧 因为我在那个前后期是 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就形象上 其他的就交给观众去评判吧 怀旧反差 一想不到 由内到外的一个蜕变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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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蜕变 还是很紧张 我也很很焦虑 就是这个出来以后会受到 又期待他的波长 什么样的反向 对对对对对 还好啦 你觉得是大家熟悉的白路红吗 应该不是 应该是没见过的 我也不知道拍出来就是剪出来是什么样的 播放两位在跑南中的名场面 两位互相模仿 我不会吹口哨的吗 但是这个名场面已经消失了 他已经会吹口哨了 也是有几率的 第一个很新的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鱼 就是鱼 想吗 就是最后那个很想 怎么办 爷亲节 爷的青春结束了 是的 没事 我有这个名场面就够了 因为我们路跑来 因为经常有路人 就是他们有行人 或者其他观看的朋友们 他们会在那里说 拜托鱼 说明那一期真的是挺多人看的 就是很好笑 这一剪 真的 好尴尬 你们好 好笑 感觉不错 感觉怎么样 好笑 爱你了 好笑 漂亮 可以 好笑 好笑 你们好 今天这边是怎么样 你们心情好吗 好 好 好 不错 这不是我说这个表情包 不够不够不够不开心 等一下 抓一下 抓一下镜头 真的 这也要用力 是的 可以的 可以的 Enough Enough 下一个 牛奶皮肤白孟严 爵士美女白孟严 仙女下凡白孟严 牛奶皮肤白孟严 爵士美女白孟严 仙女下凡白孟严 你别听了白孟严 都是事实白孟严 马牙太吓人了 仙女直视白孟严 孟严困了 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摆到匈牙里去 那你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宝宝 少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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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其实这个是一个高情商 就是你想跟他讲你少管我 但是你又不想就是 不想跟他讲你少管我 所以你就会用一种很很就是让两边都舒服的方式 别管我了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两边都下一个台阶 这也是这种部分 我为什么要有这种 好 那我们最后呢 因为我们这这台特点就是每一部听口都是有一个嘉宾 就是制片头 然后我们音乐是同意的 然后给大家总的一个道具 这边音乐就不合 你不合格 你不合格 你才选一个 这不是上一期 那期AI音乐那期 你不合格 我们的道具来真的是重复了 是 你看这个吗 把你走扣的东西 我要这个 我不要 我们大家的用有些个黄点 应该用这个 用这个 哇 真好看 它有点刺脑 来吧 来吧 OK 拿个这个 在哪里 在哪里 дж时尼文 词到哪里 词到哪里 我敲你 有打发到你吗 没有没有 怎么了 我就来找你 商量我们俩哥的问题 对啊 签字的歌 我想说赶紧就抓紧时间 怎么办 歌很难学 很难学 没有什么想法 冰冰老师唱了很多很多 大家很喜欢的果蜂 你才多吧 你也那么多 看像什么红颜 像月光很多很多 都是看动漫 或是所有东西都会有 最近你刚刚唱的《星剑》 对 对 很多很多歌 也是可以 国风的歌也是可以 你就总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唱 那首也可以唱 但总觉得我们目前的歌 就是差了一点什么 没有那一个戳中我们的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很苦恼了 我们来到这不如问问我们的跑男兄弟 问问你的朋友吧 问吧 跑男的朋友吧 你也跟着我们跑了几天了 我们不如去问问他们吧 可以啊 看看他们平时听什么歌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大哥你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休息吧 哎快休息了 你看我在屋里戴帽子呢 肯定有没休息 他们打完招呼了 我为谁没想到 哈哈哈哈 要有事麻烦你呢 啊 说说说 您平时爱听歌吗 哎呦我太爱听歌了 我 我 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这怎么的呢 歌的关系 是 但是运动的时候肯定 你要听歌 要听歌啊 啊 而且我跟别人还不一样 我恰恰别人运动的时候 要听那种比较节奏 比较快的曲子 我还相反运动的时候 愿意说舒缓 啊 哈哈哈哈 边哭边跑啊 所以我觉得舒缓的那种 深情的那种 歌都特别喜欢听 然后老歌 哎 老歌 老歌 有什么老歌 比方说 呃 吕芳的朋友啊 啊 有没有 哒哒哒 能让你 不得了 嗯 嗯 中华剑刀剑如梦 哦 这个人 这个人 哦 这个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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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哦 这个可以 可以啊 你们在寻找歌园是吧 对我们就在想 我跟森森在后面有一个 呃 舞台合作 考虑考虑 看 今天就得说出来是不是啊 就现在就得说 就掐大腿也得怎么出来是吧 哈哈 我可以负责掐大腿 这个两边呢 血脉不合 哎呀 平时没少练呢 嗯 这都是听书情歌跑出来的是吗 嗯 那我看一下我的歌单行不行 歌单好不好 好嘞 我说什么你们就得唱什么啊 嗯 而且 我一定 要等待你们俩在舞台上的表演啊 嗯 要不 谢谢 谢谢 还是个 三拍的歌 适不适合周深的音乐 哇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你肯定他 我们做了一个备选 可以的 好 谢谢沙哥 好好好 别备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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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沙哥真的是无时无刻地透露着他的幽默感 对 他太可爱了 他就是随便讲讲都好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歌曲来讲的话 我们两个真的要好好再想一想 对 阿龙 阿龙 阿龙你好 有没有打到你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两位歌王 怎么今天是想请你帮个忙 就是我跟深深后面会有个舞台要合作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选歌上遇到了巨大的阻碍 嗯 能不能从白鹿老师身上给出一些灵感 而且你很懂音乐耶 没有 不敢不敢不敢 爱听爱听 两位老师的歌我都很爱听 所以我现在有机会欣赏一下吗 哦 我也很想听现场版的 是 会不会嘴飘 你压的全拿走 不是这段 他直接滑到那段是吗 一遍两遍三遍 已经成不寡言 好久好想听着 也处处可怜 看见的都在招牵 他将买出不滚的贵贱 一个就这一个 一拍就这一拍的 今天在消灭关了门 我们两步向前 哇 有一首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是告武人的爱人错过 它里面就稍微有一点和声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配合会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一首歌呢 是周杰伦的《蓝亭旭》 哦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这个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中国风 光风月就很适合你 有细腔 对 有细腔 现在是细腔很好 对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 细腔 你旁边比如说就是 有点 对 有点流行 然后这边是细腔 摊摸一下 很棒 非常棒 而且是根据声线搭配风格 就想得特别棒 好 谢谢你 白露跟我们推荐到蓝亭旭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定版了 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推荐 我觉得这有个情感更重要一点 我觉得它很有态度 对 就不要太中规中矩 但后面就随着我们自己 一直还在讨论 怎么去做这首歌 缺了一点点的感觉 推翻了我们预设的风格 推翻了我们刚刚选 几乎要选定的歌 我跟盛世两个人讨论说 为什么要在天词的声音舞台上 去演唱一首这样的歌 所以当这个问题 不断地抛出的时候 最后我们就丢出了一首歌 叫做《贼》 网络攻击这件事情 它只是存在在公众人物上 我觉得 我就没有必要把这首歌 放到舞台上 但是因为现在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 多多少少或强烈或不强烈地 遭受到这样的攻击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需要去把这首歌 拿出来唱 万一有那么一个 两个 或者更多的人 他们就是 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 那有没有可能 我这首歌可以告诉他 我们可以不用去在意那些呢 我能不能给到他力量呢 在整个合作过程当中 冰冰老师非常非常 就是不停地在发光 我想要的所有的感觉 我只要说一句 冰冰老师就可以 立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 好 好